哈囉大家好我是迪花 今天要分析的是海賊王1065話完整版 破300站會馬上更新下一支影片 也歡迎加入我的DC一起討論海賊王 就開始吧 標題是6個貝加龐克 斐葉是瑞德電影版的萬聖節版本 畫面給到未來島的研究層 在桑尼號上 這裡是索隆小組 有索隆、布魯克、卡布里 還有貝加龐克02的大機器人 他們在討論這個島是世界政府的島 然後還有一些搞笑劇情 畫面轉到香吉士一群人 他們一群人跟著貝加龐克進入到了實驗室內部 結果他們眼前的是長得像聖平的人 那東西就是刺天使聖平 此時聖平打出了一拳發出了極光 然後馬上抓住納美的脖子 此時香吉士馬上出來踢了刺天使一腳 踢開了刺天使 羅賓也馬上使用了能力巨大化 出手相救 騙人不參戰 但是馬上也被像納美一樣鎖喉 此時弗朗基使用了極光炮爆炸後 畫面轉到其他貝加龐克身上 貝加龐克03叫愛迪生 他頭的形狀是橄欖球的機器人 然後我們又看到貝加龐克04 名叫必達哥拉斯 這基本上就長得像是小鹿堡 這應該是韋田在致敬 然後我們又看到貝加龐克06 叫約克的女生 他是個大食怪 我們看到他出場就一直吃東西 吃飽就睡著了 畫面轉到草帽海團BS刺天使聖品這邊 刺天使聖品沒有明顯的受傷 最後貝加龐克01到來 他阻止了聖品的攻擊 然後與弗朗基談論起了未來島 貝加龐克說了 這是過去的島嶼 弗朗基說什麼是過去的 01說了文明高度的亡國 也就是800年前毀滅掉的古代亡國 這裡要注意的是 魯夫一群人剛好也在這對話找到了一個巨大機器人 這兩個畫面是同時進行的 這可能是想表達這個機器人也與古代亡國有關聯 故事最後 龐白一句話結尾 當時的世界發生了什麼 以上就是1065話的解說了 看來黑物質VS羅根本不是高潮 真正的高潮才要到來 世界政府掩蓋的秘密 古代亡國究竟怎麼了 今天的解說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掰掰